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对人情世故表示不屑 到中年 经过时间的流逝 社会的垂打 大多数人便会醒悟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关键在于情商的高低 情商的修炼是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 也是人一生要休息的功课 不仅职场需要情商护体 日常生活中也一样需要情商加持 以下关于自己的三个隐私 高情商的人闭口不谈 情商低的人却逢人就说 第一 人在单位不说家事 论语里有一句话 不可语言而语之言 失言 意思是把不该说的话告诉了外人 这是一种不妥当的行为 生活中不是所有的话都适合对别人说 也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 即使你跟同事关系再好 也不适合过度曝光自己的私事 大家是来上班赚钱的 不是来听人倾诉的 没有人对你的家事感兴趣 也没有人对你的遭遇真的感同身受 曾经有位前同事 我们都叫她王姐 王姐业务能力平平 却很喜欢跟同事们聊自己的家事 特别是跟家里发生矛盾 她每次都会像祥林嫂一样 找同事抱怨 有一次 她又跟婆婆发生争吵 婆婆说她成天网购 花钱大手大脚 不会过日子 王姐内心委屈 她明明是精打细算的 购买生活用品 婆婆不分青红皂白 看见门口快递多了几个 就开始大声嚷嚷 她把婆婆的事迹告诉同事们 同事都是没结婚的小姑娘 哪知道什么婆媳相处之道 纷纷为她打抱不平 吐槽婆婆欺人太甚 而王姐呢 越说越上头 觉得婆婆实在太过分 连花五块十块的都被人管 回家就跟老公吵得不可开交 老公觉得她不可理喻 一点小事就发脾气 她觉得老公偏心婆婆 完全没有站在她的立场考虑 两个人天天吵架 直到把感情都吵没了 一直离婚书收场 这还没有结束 王姐前脚刚离完婚 后脚就遇上公司裁员 她因为平时很少钻研业务 被第一批放到了裁员名单 结果失婚又失业 王姐走后 有位同事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 王姐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单位说家事 原本一件小事 彼此让一下就过去了 但却在别人的煽风点火中 将问题愈演愈烈 最后毫无转环的余地 不要随便将自己的家事 说给别人听 你在外人面前展示伤口 别人很有可能在看小丑 即使你说得再痛苦 他人也无法感同身受 不要随意点评别人的家事 你不了解别人的真实情况 无法给出合理的建议 同事之间 在公式上保持熟络 在私事上保持距离 这才是最舒适的相处之道 中国人的社交生活中 有一个让人避之不及的毛病 就是爱打听别人收入 亲朋之间谈及工资收入 这是一件敏感隐私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家人 并没有谁真的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人都是有攀比心的 若听说你比别人收入高 不仅会引起不必要的嫉妒 之后别人向你借钱 无论借与不借都很为难 听过一句揭露人性的话 见他荣贵 愿他留贬 见他富有 愿他破散 若听说你比别人收入低 虽然别人不一定会看不起你 你也会觉得自己混得太差 不要以为自己没遇到就没有 实际上比比皆是 网友夏夏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前段时间 他有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大学同学 突然给他打电话 他感觉很奇怪 保持了十二分警惕 最后 这个同学一没有结婚 二没让请吃饭 当他刚放下戒备心 同学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他的工资待遇 快到年底了 别的单位都发年终奖了 你们也发了吧 夏夏一个嘴比脑快 说 发呀 我们年终奖是两个月工资呢 同学一个顺势就问 你们这里的年终奖有多少啊 夏夏想谦虚一把 没多少 也就两万块钱 重头戏来了 同学立马接话 我们就没有你 待遇这么好了 最近 我本想换个学区房 手里有点紧张 就寻思 能不能找你 周转五万块钱 夏夏当时心里后悔啊 嘴一快就说出来了 这时候 借也不是 不借也不是 同学继续诉苦 夏夏不会拒绝 最后只能说 五万借不了 只能借两万 最后的结果是 同学含泪借走了三万 夏夏的朋友得知此事 先将同学大骂了一顿 又把夏夏吵了一顿 尽管夏夏很后悔 现在也只能期待 同学按时还钱 成年人的世界 对所有突然的寒暄 好久的热络 保持警惕 这种情况 不是找你借钱 就是通知结婚的消息 而那些想尽办法 打听你的境况 询问你的收入的人 很大可能 是另有目的 不想陷入 进退两难的境地 最好不要向任何人 透露自己的财务状况 这不仅是一种 自我保护 还是基本的 社交准则 第三 不要在背后 说任何人的坏话 职场第一生存准则是 千万不要背后 说人的坏话 这个世界 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说过的坏话 最后会以更丑陋的面目 传回到那个人耳中 即使不会 人们也会疏远你 在他们眼里 你就是会在背后 嚼舌根的人 你今天可以背后说他 明天也会背后说别人 他们不想某天 成为被你议论的对象 曾听过一个 投资圈的故事 有位投资人 原本打算 给一家新成立的公司 投资一千万 双方约定洽谈的时候 这位公司的高管 无意间的一个举动 改变了他的想法 这位高管 无意间 吐槽一位合作伙伴 对方公司的业务能力 太差了 还是咱们公司合作起来 比较专业 本来呢 想通过这种方式 抬高对方 但是这位高管 不知道的是 他吐槽的这间公司 其实是投资人的老东家 这家公司 又对他有知欲之恩 于是 投资人当即脸色 就不好看了 觉得这间公司高管 心胸狭隘 没有容忍之料 当即收回投资的决定 这样回复他 我觉得 投资你们公司的风险 超出预期 还是等合适的时机 我们再合作吧 高管到最后也没明白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正所谓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与人相处 时常记得多看人长处 容人短处 凡事不议论别人 不说人是非 是一种为人处事的修养 更是一种容纳他人的善良 安东尼·罗宾斯说过 保护你的隐私 就像保护你的身体一样重要 私事 家事 就私下解决 切记对外倾诉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扩大事态 工资收入是私密的事 无论是谁 都尽量不要透露 百害无一利 能在背后说人好话 就不要说人坏话 你把秘密告诉了疯 就别怪疯 告诉整个森林 真正聪明的人 说该说的话 做该做的事 懂分寸 知进退 不会将隐私全盘拖出 也不会将话说得毫无余地 这是与人交往过程中 必备的心机 愿你会说话 说好话 对外人情世故 对内 周全自己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